本影片拍攝日期為4月5號 今年童花盛開預計在4月下旬 所以本影片拍攝閃瞳經典時 尚未能拍到遍地童花 再次先告知觀眾 大家好 我是Jordan 我現在在桃園 2023桃園童花季即將在4月23號到5月7號展開 今年主辦單位針對桃園的 以及大溪等5個區域規劃的童花小旅行 每個童花小旅行也都包含了賞童景點的行程 今天我就為大家介紹這幾個賞童景點 以及童花小旅行 Let's go 我現在在龜山區 我們現在來到小旅行的賞童景點 生態步道 現在這裡就是生態步道入口 我們繼續 這一個生態步道的總步行距離 大約40分鐘 大約在中斷過後比較多童花 生態步道平緩好走 沿途自然一向豐富 除了各類長綠草木 還有油桶 山茵 山芙蓉 月桃 芒草 等15點綴四季風景 現在我來到龜山區 童花小旅行的另外一個賞童景點 童花步道 步道的入口這邊風景也很美 你看又有的稻田 哇 好療癒啊 這裡是童花步道的入口 這個步道的步行時間 大約40到50分鐘 童花的地方大約是在前段以及後段 現在看到左邊這一排都是油桶樹 童花步道是當地的童花秘境 有一段是比較輕鬆的步道 有一段要稍微盤爬費力一點 可以通往中坑的土地公廟 桃園龜山豐樹里山區有不少油桶樹 每年春末掉落的油桶花 將山徑染成一片白 寧可欣賞綠油油的稻田風光 可謂沒不申收 透過生態導覽及體驗油城活動 造訪樸實沉浸的農村 找尋農村特有的生活氣息 親自體驗龜山農村的在地人事物 不僅能豐富並深境知識 也能達到深西年的解放與舒展 非常適合遊客一起來體驗 龜山童花小旅行初二賞童以外 另有豐茶米休閒農業區的介紹 豐偉街百年豐鄉導覽 鄰咖啡體驗活動捐印DIY 及逛農產品攤位 無特色十九站 創意樹葉化童花體驗活動 及逛農產品攤位 並贈送特色餐盒及伴手禮 我現在在盧竹區 現在來到童花小旅行的賞童景點 五九桶山步道 五九桶山擁有多條步道 日治時期 便是盧竹鄉親上山伐木燒炭的人行小徑 盧竹童花小旅行 將著訪全程一千三百公尺的自信步道 是一條近視自然的野徑 先下坡至坑子溪 再往上行 回到晴天草坪進行活動 這裡是晴天草坪 晴天草坪不光成為北桃 新北人最愛登高野餐地點之一 絕美的視野也成為知名網美打卡景點 空曠無這壁壺的景色 已是親子野放的絕佳空間 盧竹童花小旅行除賞童外 將會贈送紀念品 文青野餐墊或清吻登山葬二則一 另有環保手作網代DIY課程 品嘗九大客家特色餐點的客家酒公格餐點 我現在在陽梅區 我們來到童花小旅行的賞童景點 寶甲挑旦古道 這邊是寶甲挑旦古道的入口 寶甲古道 這個寶甲挑旦古道 長度大約是1500公尺 前面的700公尺是鵝卵石的路面 後面的800公尺就是一般的步道的路面 現在地板是鵝卵石 寶甲古道以往又成為挑戰古道 先前陽梅老坑地區 還沒有對外聯絡道路的時候 是挑夫來往新竹新埔 桃園大溪的必經藥道 主要運送柿子 柑橘茶葉 古茶友等農作物 陽梅童花小旅行主軸 以陽梅後花園之稱的永靈里為中心 永靈里有四條步道 六顆250年以上的老宿群 有古蹟與歷史建築 和兩條生態維護良好的小溪 溪里有西哥羽 馬口羽 苦花 和蟹 和蝦 還有二月的萬顆櫻花林 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同花季 十一月 芒花滿山頭 蕭綠行除了到寶甲挑戰古道 漸走與賞頭以外 還有郭園藝觀光工廠參觀餅乾製作 泉水窩江夏糖享用客家古早味午餐 泉水窩江夏糖古蹟 燕子窩江夏糖歷史建築導覽解說 江夏糖文化生態農園解說 780年老樹參觀與老樹生態導覽 我現在來到龍潭區 這裡是客家文化館 龍潭區這邊的童花小旅行 有兩個賞童景點 其中一個賞童景點就是在客家文化館後面的生態公園 這裡是客家文化館 往左邊看 前面就是生態公園的入口 這裡就是生態公園的入口 桃園是客家文化館 以客家文學及客家音樂為推廣核心 結合動靜態展示 客家表演藝術及客家文化意向 透過多元形式推廣客家藝術及文化 展現客家精神 使客家文化得以永續推廣並向下傳承 文化館後方的生態公園 很適合全家一起踏青 在童花祭祀也是賞童的好地方 龍潭區這邊的童花小旅行 還有另外一個賞童景點 石門大順我今天就不做介紹了 現在來到龍潭區這邊童花小旅行的其中一個景點 三更尺挑旦古道 這裡就是古道入口了 挑戰石板古道為許日龍潭十一份 與三坑子之間的聯絡道路 十一份與三坑子都在大漢西旁的河街上 三坑子在下而十一份在上 石板路在上下河街擔當同路 已經超過百年的歷史 這裡就是古道的終點呢 在另一端出口這裡有一張導覽圖 這一個就是古道 大約150到200公尺 現在這邊是龍潭區童花小旅行的其中一個景點 曹東伯宮 曹東伯宮位於佳安里石板古道旁 創建於昭和六年 歷經兩次修建才有今日的規模 這裡是小旅行的另外一個景點 掌牛伯宮 十一份吉福宮 又稱掌牛伯宮廟 是位於台灣桃園市農潭區佳安里 水利署北區水枝岩局大草坪的土地池 為該處居民與公務員的信仰場所 現在來到十一份觀光文化園區 十一份觀光文化園區 以桃園給世界的十一份禮物為命題 透過聯合國永續發展的十七項目標為基礎 除探究石門 佳安在地發展歷史脈絡 觀光文化與自然環境外 更運用地方創生與風土設計的力量 以創造共好 結合在地的策略 重啟地方連結 農坦童花小旅行 在十一份觀光文化園區 除了導覽以外 另有課語教學或闖關遊戲 DIY體驗活動 藝文表演 職人茶洗及小農事集等 農坦童花小旅行 除了有以上的行程之外 另有百年古景 開裝博工 勇服工 黑白洗 清潛地的導覽 我現在來到大溪區 大溪區這邊的童花小旅行 有兩個賞同景點 一個是十一隻古道 我們現在先去十一隻古道 大溪區這邊童花小旅行的賞同景點 另外一個就是百集隧道 在日治時期 就已經建立了舊百集隧道 主打古銅社鐵路單車隧道 避免神韻少女山洞 漫步好走的鐵路步道 欣賞英國風的隧道燈火 適合全家人 一起來賞童花 美拍古銅隧道 大溪童花小旅行 除了賞童以外 另有由大溪老街 池湖巡禮 以及大溪玉飲農莊享用 美味的童花特色餐點 及農事生活體驗 以上就是這一次 2023桃園童花季的介紹 我覺得每一個童花小旅行的行程 都非常的棒 而且報名費非常的便宜 CP值超高 將於4月15號的中午12點 於售票網站開放預購 而滿為止喔 我會把這一次 2023桃園童花季的官網 以及售票網站的連結 放在影片下面的說明欄 方便大家參考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味道 字幕志愿者 在陳述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高騙